文貴無法的街頭開獎 您開始說是莊角動員又說要辦街口開獎 然後19號到21號立法院已經要報告表決 目前是不是都還沒有看到廟口開獎的相關規劃 其實21號就要投票了 時間相當短 那如果要用最快最有效率的方式 讓台灣人民知道最簡單方法就是電視辯論 所以我也覺得藍綠兩黨不要再浪費社會資源 乾脆就電視辯論 至於比賽的方法可以講 你是要正反方還是要三黨代表要121還是要3對3都可以 我覺得大家多撥一些時間去做正事 你知道嗎 每天人家都在亂來亂去 看起來很閒的嘛 那昨天金華城的調查小組認為案件可能和金流有關 但說是沒有調查權 所以私下建議市府向廉政和司法單位告發 請問你會不會覺得調查小組都沒有調查權 卻私下請市府告發是含沙攝影 這個喔 議會的調查小組如果有什麼東西就寫在會議紀錄裡面 你要再送哪裡都可以 這樣是這樣啦 開會的時候不講 會後再放話 再講一大堆含沙攝影的 這是這樣啦 我有進步 我現在不會 本來想要破火大罵就 那磚喔 你如果不就這麼正事 我們是坦蕩蕩嘛 不怕你查嘛對不對 那你先被刪答案 說實在 都已經辦了快兩個月了 到底辦出什麼東西 每天就是這樣 對啦 我對那個晚上call in節目的收視率 貢獻很大 除此以外就想對這個公告有需要復習嗎 好 還有沒有其他 藍影桃黨產案 民眾黨黨團八行的學習 那護航國民黨嗎 然後被算是小藍的部分 台灣民眾黨有它的主體性跟主動性 關於國民那個救國團的這個黨產案是這樣 救國團有一整袋台灣人的歷史記憶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重要的團體 但是救國團在黨產條例 這都已經通過的狀態下 它要完全說排除在外 我也覺得怪怪的 不公平 但是也不要把它當作說 我就把它的財產沒收 讓它不能運作 所以如何在讓救國團可以運作的狀態下 符合黨產條例 我覺得是這樣啦 總是有一個折衷的方案 那麼目前國民黨的提案就是說 讓救國團完全就不受那個黨產條例的限制 我覺得也不太對 至於說民進黨完全不理它 就是要把它徹底見面 這也不太對 所以總是有一個中間的方法嘛 所以當時我們臺民眾黨說 那這樣好了 進委員會去討論嘛 這樣就好了啊 那傅崑崎在你們缺席表決之後 就已經有表態立體電視辯論 那是不是有說好要相聽呢 其實電視辯論是最便宜最有效啦 收視率也比較高 民進黨不是每天都說什麼沒有討論 就不應該表決 真的你要叫他討論 他就不要 奇怪 我跟他這樣說 剛才說沒有討論 沒有啦 在立法院 每個委員上去各說各話 我覺得那個也沒有交叉來 沒有火花來 那你到地方去辦公室就叫條巴卡來 這只是在搞同分層嘛 這也不對啦 所以我還是主張就在 直接就在那個 電視辯論 正通相對 把問題提醒 這不是很好嗎 所以這個 不要再讓我嘲笑民進黨 不敢讚啦 譬如同時 委員會說什麼 正經說沒有來編 算了 走不路 柯建民還算說電視辯論是鬼扯 那是因為立院不討論就直接打包 林佑昌更說 在立法院辦最便宜 其實怎麼看 那我就在立法院辦電視辯論 可以啦 我覺得很便宜 在立法院辦電視辯論 我跟你講 當時一個案子就要提出40個修正案 再加40個再修正案 然後一直表決 一直表決 不知在講話是哪一個黨 大家去想想看 我跟你講 正經叫你討論後不就討論了 如果去夯吃消息 去把孩子叫 把年輕人找來 你們當時不是說什麼花東三華 乾坑兩兆 根本也沒有討論 都造謠 造謠去把年輕人叫上來 你看連那個欠德GDP 他們要欠德GDP是 民進黨自己寫的人工智慧 都開始在嘲笑他們 我這邊帶你台北媒體問 昨天沈柏陽在花蓮宣講 他說黃國昌跟傅昆錡會有毀台計畫 還說會從 舉一個例子說 會從北京蓋鐵路通到台北 那你覺得他們這樣子的下鄉宣講 是什麼樣的情況 這個是這樣 人家說 他如果說演講 北京要做高鐵 從北京到台北 你確定沈柏陽的智商狀況 精神狀態是正常的 確定後我再來回答這一點 好 謝謝 謝謝 游淑會認為容積爭議是您轉送金華城陳情信 還多次才是彭震申處理 而且過去已經遭到否決 但卻因為市長交班又跳入程序進入都委會 是不是涉及歡說 這個齁 議員辦當會 議員有請脫事項 當然是轉主管局處去辦理 不然怎樣 他們有營救結果出來說要公展 就送公展 然後都委會在討論什麼 市長是完全沒有參與的 因為他還是一個獨立作業的單位 沒有啦 這個案子是這樣 我發現事後去看 經過兩個委員會 都市計畫委員會 還有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還有三個專案小組 還有一堆的都發局的官員 到底你們是想幹什麼 我都不知道 你是說這些人全部都有問題還是怎樣 我們要相信制度啦 不是相信個人 好啦好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